古巴从2015年才全面开放旅游 在这个神秘的国度 除了有让人向往的加勒比海沿岸之外 在首都哈瓦那的一个小镇上 还有一个马赛克艺术村 当地一名艺术家结合了西班牙画家毕卡索 还有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的风格 用碎瓷砖就拼贴出了自己的马赛克梦想之家 意外让艺术村成为当地一个热门景点 更被人们称为最不古巴的古巴景点 看似简陋的入口 你不会想到里头竟然是一个色彩缤纷的马赛克艺术村 这里的房子、墙壁、凳子 都贴满了用碎瓷砖打造出来的作品 这里其实也是艺术家福斯特的家 他从90年代开始创作 30几年下来靠着售卖艺术品所赚到的钱 从自己家的墙壁开始到邻居的家 福斯特一步步把原本朴素的村子 变身成为了美丽的艺术村 这一座房子有三层楼 每一层都有看头 福斯特结合了毕卡索和高迪的画风 利用五颜六色的碎瓷砖来创作 由美人鱼、圣母 还有各种福斯特幻想出来的人物 每个角落都是游客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让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都对福斯特的创作赞叹不已 福斯特的创作赋予老建筑第二次生命 也让这一座美丽的艺术村 成为旅游团的一个必到景点 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好的经济小异